影鞋杠川金会前夜金正恩悠闲夜游新加坡 就在美朝领袖峰会登场前夜的11日晚间 北韩国家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离开下榻的瑞吉酒店夜游新加坡 金正恩晚间90出现在瑞吉酒店大厅 随后乘车前往著名观光景点 在滨海湾花园时 金正恩还与作陪的新加坡外长维文宇教育部长网以康微笑自拍 维文将照片上传到社群媒体 并标上警号JalenJalen 走走和警号Gasware 猜在哪里 一行人随后前往著名的飙滨海湾金沙酒店 在登上观景台欣赏夜景 接住前往滨海艺术中心与余伟师公园 旅客与荡的民众线到金正恩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金正恩也向他们挥手致意 最后于11时20分回到瑞吉酒店 朝鲜劳动党官方喉舌劳动新闻不到半天就已头版整版报道金正恩与包妹金与正级一杆随行官员游览新加坡市区 并已超过半版的篇幅刊登14张照片 劳动新闻称金正恩称许新加坡干净又漂亮 了解到新加坡的经济实力 发展与惊人崛起 计划多多借敬新国的知识及经验 分析师认为 劳动新闻的报道透露的消息相当正面 显示北韩领导阶层至少表明准备学习外国经验 并驻重于经济繁荣 外媒指出 北韩官方媒体鲜少如此快速报道领导人的行程